其实他们教我的 然后因为抖音也是他们慢慢在教我在玩 给我看一些图位视频 然后教我讲一些东北话 然后我就会慢慢的学习 对你学完之后 我觉得我刚表现的不是很好 那再来一遍 我觉得我老师会失望 这现场有东北人吗 有吗我刚学了还行吗 咋的呀 咋的呀 他还教了我一个 一个滚犊子 不错不错 这种的都是很友好的问候语了 但是我要分享一个笑话是 就他们教我那个滚犊子嘛 然后我第一次不知道那滚犊子的字是什么 然后我就打滚肚子 然后他们东北人就一直笑我 我说你这个干嘛要滚肚子啊 滚肚子我就觉得滚肚子很可爱 哎这种这种梗就很可爱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哈喽大家好我在滚肚子 就是你现在你在说这种内容的时候 就感觉在开启了一个人生全新的维度 可能就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但是我就说一句 就是你不能光自己看 你要多拍一些 让我们时刻能够看到 你现在学习到了什么程度